最新消息的来关心鸿海冲办人郭台铭 昨天晚上透露 希望购买的BNT疫苗 第一批可以在中秋节前后分批抵台 他也说今年已经被承诺 到货数量大约有800万剂到900万剂 而且他也说这BNT表态了 明年的疫苗有机会为台湾保留3000万剂的额度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中央愿意接手讨论采购量 露出手臂 笑出打完疫苗的照片 鸿海冲办人郭台铭之前到捷克打疫苗 也到欧洲催货BNT 那今年会有多少剂量来台湾呢 郭台铭29号深夜在脸书发文 透露今年已经被承诺BNT到货数量 大约是800万剂到900万剂 他也向BNT表达意愿 盼能在明年为台湾保留3000万剂额度的疫苗 郭台铭说目前获得对方很不错的回应 郭台铭表示希望疫苗能在9月中秋节前后开始分批抵达 期待至少在11月前 每星期都有70到80万剂BNT来台湾 让各年龄层都能施打 指挥中心过去强调 今年度国内疫苗政策以扩大第一剂涵概率为目标 但明年策略势必转换成增加施打第二剂人口 甚至是第三剂 避免疫苗货量吃紧将成为关键 对于BNT可能保留台湾3000万剂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未来国内将有许多接种BNT的人 如果要打第三剂 在专家还没建议开放混打前打BNT的 还是只能接种同场盘疫苗 今年的BNT疫苗是由台积电 红海永龄基金会和此际购买的1500万剂 中人讲说明年的费用和货量 中央都愿意接手和BNT讨论 不论什么管道只期盼救命疫苗尽快抵台 让疫苗涵盖率早日超过六成 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华人新武松 欧千黄台北报道